很多人都找过我塔尖暖林做一个西洋星盘的基本分析 尤其是父母帮子女去问,让自己可以掌握小朋友的脾性 又同时知道他们有什么兴趣、专长等等,照顾他们的时候更容易 话实话,其实越早问越好也会越准确 因为无论是玄学还是现代科学,Let's say 心理学 都不会否认先后天都会影响一个人的个性 只不过是各占比例各有轻重 例如7.3、6.4等等,但绝对不会去到9.1、10.0那么夸张恐怖 当这位当事人,例如这个小朋友 他未经历太多后天社会的环境分途 一些文化影响、学校的耳鱼目掩、宗教甚至家庭教育的影响 又或者是一些人生重大的事情 例如失戀、生离死别、甚至严重点 撞车所以失忆、药物有什么影响 如果他未经历过这些时候 当然一个人的先天影响比例会重过后天 即是根据这个人先天西洋升盘 讲的命格、讲的人生的特质 会更容易应验的 除非 除非什么呢? 如果这个当事人改过名 甚至更厉害 找一个高人去改他的命 或者可能成长的环境 周遭长期有些风水、一些法科的物品的时候 当然对他的性格就会起了一个后天的影响 讲到改名 如果你们有兴趣 可以在这条影片下面的留言 或者私下去问我一件真人真事 因为我真的遇过一件非常有趣的案例 是因为他改名 令到事主的人格改变了很多 说实话 其实改名也是我塔尖暖林的基本服务之一 而中英文我都有做这个改名 好 但如果那个客户已经是成年人 不单想知道一些最基本的性格 我建议你一定一拼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做灵魂占星了 去理解前世因今世果 去了解今世要学会的课题 正所谓孔子约 四十不惑五十知天明 你应该尽快去了解这一期生命是为了什么 为什么你在这儿? 你要做什么功课? 灵魂占星的英文 有些人会叫它做Comic Astrology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知道 KARMA 中国人会叫做因果报应 或者有些人会叫灵魂占星做Evolutionary Astrology Evolution 即是达尔文很出名的进化论 所以灵魂占星只不过是一个叫法 有些人会叫它做一个业力占星 或者演化占星 为什么是演化呢? 原来是因为我们相信今世的灵魂 它是经历过多期的生命不断在进步 不断在演变的 所以灵魂占星是跟你说的 帮你去看一直这么多世以来 其实有些什么做得好做得不好 而透过各下的星盘 它可以带到一种什么哲学性 甚至是神性的信息给你呢? 它不是跟你说一种陈世的性格 例如你很火爆的 你很贪心的 不是 它是解释着 为什么今世在一些人生的范畴里面 你经常都头头碰了黑 好像全部东西都跟你过不去 跟你作对 哦 原来是因为你今世要跨越这里的障碍 所以灵魂占星会启示你 其实你灵魂今世的方向是什么呢? 而这个旅程的性质是什么呢? 简而言之 为什么你存在在这里? 你的功课是什么? 还有有时衰点说一句 你要还些什么债 多数人同事都相信 其实上一世对今世的影响是最深的 因为上一世的集气 正如记忆一样 哪有这么快忘记啊? 人类都会有长期和短期记忆 我们记忆的东西当然是最深刻的 所以如果有些朋友对佛教稍有认识 大概都会感觉到 其实我是指向我们说的 那个八色田里面的摩拿色 阿拉耶色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自己上一世是什么人 而透过上一世的取向 来加强认识今世的天命 今世的课题呢? 那我就强烈强烈强烈建议 除了在做灵魂占星之外 都必定要做龙头图 Draconic chart 是的 有些占星学家相信 这个Draconic chart 龙头图甚至是一个当事人上世的升盘 我觉得就有点像我们中式讲的三世书 我很肯定大家是相信我 做完这个龙头图 其实是不会后悔的 因为它可以给到很多很暂新的insights 即是一些启示你 相信我 其实我绝对不是因为想去赚多你几个水 就叫你去做这个龙头图 说真的 如果我有心赚你 我都不只赚几个水 那么没大致 是的 其实在这一条影片的底图 即是我现在不断在这里翻过去的那些 就是黑人做灵魂占星 再加上龙头图 给的一些好评 大家认真去看 其实是非常震撼的 我都经常说自己好评如海啸 究竟那些好评是怎样来的呢 大家请去认真看一下 还有要提一提 是很重要的 我现在不是在做一个灵魂的合盘 即是我不是在说 咦?这位家人、这位朋友 跟你上世是什么关系 他是你谁 你是他谁 谁打谁 并不是在做这些 其实说真的 我们今世和很多人 可以有一段亲密的关系 可能是很多世之前 已经结下了的缘分 不过今世因缘具足 才可以在今世碰回头 正所谓 八世收得同船到 千世收得共枕面 对不对? 好 那你让我最后去总结一下 做完灵魂尖声 尤其是加上龙头图 其实对国下有什么作用 有什么好处呢? 四字感浅 灵性提升 是的 如果你知道 前世因今世果 再因缘地去接受这个task 的话 你去有意识地调整自己 改善自己的不足 那这个task 就可以很顺畅地 融入你的生命了 但是 如果你不知道根本 今世是为了什么 然后逃避 甚至去抗拒生命给你的task 最喜欢就是做很惯性的自己 视以妄为 sorry 有时生命会透过一些骤变 去糾正你的偏离 所以 其实现在做灵魂尖声 尤其是加上龙头图 就是帮你去看一幅很完整的灵性蓝图 是的 看完之后 你就不应该再迷路了 即使有时task good 遇上挫败 你都会非常之乐观 非常之积极地去面对 去认清楚你前面的这条路 为什么呢 因为again 有时讲坏些 原来你只是还债 当你认清这个事实的时候 是的 你就会觉得自己其实在清业障 是不是 有些什么好 自怨自艾 自怜自探 是不是 当然了 正面的题 其实你也会知道 哎呀 我终于好彩了 我正在走一条正确的路 当你去认清这件事实的时候 你就可以获得自慰 获得更加丰盛了 最后 塔仙暖男在这里祝大家 福慧增长 如意吉祥 尽快知道自己 在预受这一世的课题使命 而可以得到一种非常之重要的 灵性提升